柬埔寨首相洪森昨天抵达北京 开始对中国进行政治访问 洪森首相是我们中国人民都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他2020年初也是这个时候 顶风冒雪 逆行访华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支持和暖意 也让我们至今都深为感动 那么今年我们在中国农历新春之后 率先邀请他来访 充分体现了对建设中简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重视 刚才习近平主席会见了洪森首相 就新形势下深化中简全面战略合作 达成了广泛共识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方把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的重点方向 始终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规划和推进中简各领域的合作 洪森首相也明确表示 他此次访华就是要对外传递简方与中方坚定站在一起的信号 夯实简中铁杆有益 全面推进简中全面战略合作 那么对于中简下一步的合作设想 我想我们可以概括为一个定位 六边合作和两大走廊 一个定位就是双方同意 携手构建 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 终结命运共同体 第二个就是六边合作 我们把它称之为钻石六边合作架构 它涵盖了政治 产能 农业 能源 安全 人文 这六大重点领域 重点打造 两大走廊 一条是以西哈努克省为中心的 工业发展走廊 将建设柬埔寨 现代化工业生产的高地 另一条是洞里萨湖地区的 余米一走廊 将构建立体多元 复合高效的现代农业体系 这次访问期间 中简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 举行中简友好年的启动仪式 和中简经贸投资旅游论坛 签署外交经贸发展合作 农产品基础设施 还有媒体等各个领域 十多份合作文件 我们坚信在两国高层领导人的 战略引领下 中简关系将白尺干头更上一步 中简的铁杆友谊 将更加牢不可破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也给地区稳定和发展 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